大家好我是龐德 今天呢 為各位介紹的簡易維修DIY呢 講的是頭燈 好我們今天有時候會看到很多來車 奇怪 到底是一個燈還兩個燈 其實很危險 有時候你可能會被誤認說是摩托車 因為有一邊燈沒有亮 所以頭燈不亮一直是個問題 好那頭燈呢 不亮通常有兩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呢 當然大家最熟知的 可能就燈泡壞了 但是另外一個原因呢 可能是因為呢 燈泡沒壞 但是呢 其實並沒有被供電 所以當頭燈不亮的時候呢 我們要第一個 檢測燈泡是否是好的 第二個呢 檢測燈泡後面的插頭呢 有沒有來電 好我們試試看 好首先第一個呢 當然是要把燈泡給拆下來 看看是怎麼回事 那陳如我們之前提過的 這個燈殼的背後 一定有燈座 好翻過來 把這個護蓋打開來之後呢 一定會有看到呢 固定頭燈的燈座 好像是小的是小燈 我們之前已經跟各位示範過了 我們現在看的是 遠燈跟大燈 這種呢 電流量比較大的 所謂的頭燈類的燈泡 好除了LED或是HID之外呢 比較常見的 魯素燈泡 通常有 H1 H7 或者是呢 9005 9006 好 那這個燈泡呢 從燈殼取下之後呢 我們先來攬量看看 好 當這個燈管從這個燈座的背後 取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大家看一下 這種魯素燈管呢 它背後給它電之後呢 直接導到裡面的這個巫絲 巫絲有電阻 所以會發光發熱 當這個巫絲斷掉的時候呢 當然你給電 它沒有成回路 就不會亮了 那這個燈泡如果說它是壞的話 表示呢 一定是中間這個巫絲的地方給斷裂了 那怎麼樣確定是好是壞呢 除了眼睛看之外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用一個三用電錶 好 這個三用電錶 數字式的 好 當你這個電錶選到 這個會發聲音的這一檔 然後呢 兩個探針 當它碰觸的時候 是會發出響聲的 而有響聲的時候 就代表說呢 它兩者是導通的 好 是導通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把燈泡 一樣 它的背面兩個接點 兩個接點哪一邊都可以 當它兩個接觸的時候 當它接觸的時候呢 三用電錶是發出聲音的 當它接觸的時候呢 三用電錶是發出聲音的 好 當它一接通 三用電錶會逼 表示說呢 這個燈泡是有導通的 也就是這燈泡是好的 好 那當你確定這個燈泡是好的之後呢 那就進入第二步 燈泡是好的 但是卻不會亮 表示呢 這個背後的插頭 很可能是沒有供電的 那也是一樣 我們拿三用電錶 這個時候呢 選擇就不是在電阻這一檔的 而是在直流電 DCV這個位置 好 那車子一般是12伏特嘛 所以我們選在 2V到20V中間這一檔 Between 我們就選在20V這一檔 好 然後呢 開啟大燈 開啟大燈的開關 然後來 丈量這兩點 好 這個燈泡的背後的這個插頭呢 一定是一正一負 好 一正一負 所以我們今天先任意選 好 比如說這樣子 量出來 如果是12伏 正12伏 表示正負是對的 如果是負12伏 表示正負是反的 但是不管 只要量到有正12伏 或負12伏 我們就可以確定呢 這個插頭是有來電的 好那今天講那麼多 這個頭燈呢 不拖就是燈泡本身故障 或者沒有來電 那我們今天呢 在賣場買這些燈泡 要注意幾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燈泡呢 全新的 當你拿下來之後 盡量避免呢 用手去摸燈管 因為手汗附著在上面之後 當它一亮起 對這個燈管的壽命 是有影響的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量到插頭是沒有來電的話呢 因為這個燈泡是屬於大電流的 所以通常呢 一個遠燈 一個大燈 就會有一個保險絲 你也不妨到保險絲盒一下 看一下呢 那個保險絲是否是斷的 如果是斷的話 依照上面的規格把它更換掉 應該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好那今天頭燈的示範就做到這邊 希望大家能夠靠簡易的工具呢 解決你頭燈的問題